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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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早上的课程当中 由于时间的关系 没有讲完 所有要讲的内容 所以接下来是 我们再探讨一下早上讲的一些内容 是说 如是 如是受下行事 亦复如 如亦复皆空 所以我们早上 我们说过的无韵 可能还有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 为什么观自在菩萨 观音菩萨解释这个空性的时候呢 是从无韵开始说的呢 那无韵就是色 受下行事 用现代语言来说的话呢 用现代话来说的话呢 就是这无韵可以被归类在两个分类里面 色指的就是物质 后面的四孕呢 四孕呢 则指的是心理 所以无韵也就是物质和心理两种事物 早上的课程里面我们已经谈到过 所有有违法 也就是有生有灭的事物 都是无韵的范围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呢 最常关注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物质和心理 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状态 所以呢 这边的无韵是锁定在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理来解释的 修行空性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消除我们的无名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解决我们的误会 然而我们的误会呢 是在建立着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之上 所以呢 观音菩萨 观自在菩萨告诉 舍利子也就是告诉我们 也就是告诉我们 修行者应当从观察自己的身于心理是空的来下手 换句话来说的话就是 而是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这个修行不是外求而是向内的观修 不是老看着 而外面是要看向内观察 我们早上也谈到过 舍利子尊者问的这个 因如何修学 是为了 就是 是问了五个问题 包含了五个问题 也就是 问五道的菩萨 各自该怎么修学 而这个观自在菩萨的整篇的回答 也就是 各自回答到 这五个问题 早上所说的这个十一个 这个回答 就是 他能够就各自的回答到 我们这个 上面的五个问题 比如说 善男子善女人 欲修行圣身波列波罗蜜多者 彼音如是观察 的这个 这段经文里面 表示了初学菩萨的状态 也就是 资粮道和加行道菩萨的状态 从这个五蕴体性皆空 到这个 无智无德 亦无不得 这段的这个经文 是在强调 见到的菩萨 会看到一切法的空性 没有任何法性 没有任何法性 是他无法证悟的 所以叫做这个 所以这个叫做 见到 再来是从 五蕴体性皆空 到这个 无智无德 亦无不得 这段的经文 从这个 至枯 舍利子 亦无所得 故 到这个 究竟涅槃之间呢 就是指这个 修道的菩萨 以他们的根本智慧 一步一步地 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 同时 渐渐地步向涅槃 最后是 三世一切诸佛 亦皆一 波罗密多故 正得无上 正等菩提 就是在解释 无学道 这里面的这个 现在回到这个经文里面 是说 事故舍利子 一切法空性 无相 无生无灭 无垢 离构 无灭 无减无增 无减无增 这个句子 是在这个彰显 空性的样子 也就是这个 空性表面的样子 所以呢 我们在早上 已经谈到这个 空性四门呢 四门 是观自在菩萨 先 盖要 这 盖要性地 向这个 舍利子 解释 修行的过程当中 要以这个 五蕴 皆 作为基础 来就是 认识到 它的本质 所以呢 就是 先说了 五蕴 和空性的四门 关系 这样的解释呢 是对这个 空性的 一种 整体性的 一种介绍 但是呢 接下来 会出现 一个问题 这样的空性 要怎么认识呢 认知 认识呢 是怎么去了解 这样的一种空性呢 或者是说 我们如何能够 在五蕴之上 去认识 这样的空性 并且 要如何修行 培养出 这样的一种 波瑞 智慧呢 我们要知道 佛陀 为什么 宣说 这个空性 佛陀 宣说 空性的 主要原因 是为了 消除我们的 执着 所以 我们得 先知道 我们到底是 如何执着 物 这个 食物 事物 如何执着 事物 先了解 自己 是如何执着 事物 这样才能 一一对症 下药 对症 下药 然后就消除 我们的执着 一旦 执着 消除 就是见到空性 早上谈到了 所谓的 见到 空性 这个 这边呢 就可能会产生 一种误解 就是 看到空性 好像是看到 可能会看到 一个实有的东西 比如说 就看到 一个 就是看到 一个 怎么说 应该是看到 一个上师 或者看到 一尊佛像一样吧 这种看到 反正就 所以呢 其实呢 所谓的这个 见到空性 就是 指的就是 当我们不再被 任何 概念 是不是 任何概念 所舒服 舒服 不再看到 任何错误的 现象 这就是所谓的 见到空性 你也可能 不会看到 什么 实体的 实在的 一个东西 见到空性 你不会看到 一个实字 实在的 或者 一个 一个硬棒棒的 一个东西 应该会 只是 不再 你不再 被任何 这种概念 所 束缚 不再 看到任何 错误的 现象 这就是所谓的 见到空性 所以 《波瑞经》里面 非常明确地 谈到 说 虚菩提 若不见色 受 详行 是 即不见 世间 若如是 不见 世间 世明 真见 世间 云 云和 真见 世间 也 所谓 世间 空故 所以 这就是说 所谓的 不见 就是 最好的见 是吧 所以 在早上 我们说到 空性 就一再的 强调 空性 不是说 完全没有 空性 不是说 完全没有 而是指的 它不是 以我们 所认为的 那种样子 存在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没有 我们所认为的 那么一种 那种 样子 就是不存在 也不是说 完全不存在 那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就是 我们现在的这个 认知和经验 基本上都是 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 都受到了强烈 误以为 事物是 真实存在的 这样子的一种 执着的 这个 染污 虽然我们的 这个执着 是 错误的 所以 那我们所看到的 一切 都是幻象 既然我们所看到的 这些 就是 既然我们的 执着 是错误的 那我们所看到的 一切 都是 幻象 所谓的空 就是 在告诉我们 这些幻象 根本不是 事实的 是假的 所以 佛陀 称之为空 一般来说呢 空这个字啊 很多人 会 理解为 完全没有啊 或者 完全不存在 这样的一个意思 但是 实际上呢 空的意思 是指我们 所认知的 幻象 是错误 所以 不存在 而不是 只事物 本身 不存在 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 非常 非常 就是 这一点呢 非常重要 所以呢 就像是 迪罗巴祖师 大剧派的 这个迪罗巴祖师 曾经对 这个 纳罗巴 他的弟子 纳罗巴尊者 说啊 应该是 那时候 什么样的感觉 跟他说的 儿啊 这个 事物 无法 捆 捆 捆付住你 捆付住你 儿 而是你的 这个 执着 捆付了 你自己 应该是这样说的 所以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事物啊 不会障碍到 是我们的 执着 障碍到 这里有一个重点啊 就是所谓的空性 这里可能就是 嗯 好好 就所谓的空性啊 所以 并非建立在 无 这个上面啊 无的上 无或者空的上 而是建立在 存在 上面啊 存在 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啊 所讲的 换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因为啊 事物存在 所以才说是空的 然而呢 就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的执着 和误解 所以这个 根本不知道 事物 实际的样子 如果外在的事物 根本不存在啊 那也就没有什么 空 好讲的了 什么都不存在 那就 什么东西可以空的 没啥 东西可以空的 没有什么 空好讲 总之呢 是因为 有而空 不是因为 无而空 在这个 月称菩萨的 入中论 当中呢 主张啊 凡夫的认知 基本上都是 错误的 为什么 我们的认知 是错误的呢 或者说 要怎么知道 我们的认知 是错误的呢 在这里面说 月称 月称菩萨说 如果是 我们所看到 这显现 实际存在的 那样的显现的话呢 那我们就变成 圣者了 我们就不再 凡夫 我们会变成 圣者 意思就是 我们知道 我们是知道 这个实际的状况 所以我们不再是 凡夫 我们就变成 圣者 但是 我们不是这样 这个情况 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 显像 是错误的 一个显像 我们没有看到 这个真实的 状态 所以我们的这种 认知 是错误的 圣者的认知 才是正确 在人生中呢 我们就是 往往会 遇到很多 比如说 挫折 或者压力 所以呢 在佛教 跟这个很多的 现在的心理学者 心理学都主张 人们呢 这个心灵上的 这个压力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 对事物的 或者对事情的 错误认知 所造成的 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看错了 有时候可能是 想太多了 就是因为我们 带有许多的误解 所以我们才会有 这么多的痛苦 这么多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能知道 我们的认知 其实就是 基本上都是主观的 既然是主观 那就不符合现实 是错误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认知是 被污染 污染的 或者是 是一个 已经就是 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 垃圾的错误 应该是垃圾错误 垃圾的认知 接下来呢 是说 我们再谈谈 这个执着的种类 执着的种类 我们之前谈到 很多执着 执着执着 那个执着 这个 到底执着有多 就是 几种 执着 所以呢 修行 空性的目的 就是为了 能够瓦解 我们 根本上的 这个执着 也可以说 就是无名 或者认知 或者是 误认 这边这个 提到这无名啊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 心里 想一想 一听到这无名的时候 你会觉得 好像 无名是 好像是 另外一个东西 有一个故事 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个执不嘎记的 这个祖师 也就是 执不嘎记的 创始人 执不嘎尊者 他有 四大弟子 所以 就是 其中一个 他叫做 这个 帕摩出发 帕摩出发大师 他 还没有见到 这个 执不嘎尊 执不嘎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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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呢 他就问了 很多的上师 很多的大德 问了 轮回的 这个 我们就是 到 生死轮回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 他就问 生死 我们叫什么 流荡在 生死轮回的原因 然后大师 很多大师 都跟他说 不同的 就是 不同的回答呀 可能就是 大部分都是 普遍 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 什么 应该是 无名导致的呀 或者这个 那个的 但是呢 他一直没有一个 很大的一种 启发 或者一个感触 到了这个 到了港伯伯大师的 尊前 港伯伯大师的面前 他到了这个 第一次见到 港伯伯大师 听说那时候 他在吃沾巴 因为后面 有一句话 说因为他 当时他在吃沾巴 所以就是 他就一个 沾巴堆成一个 沾巴团 然后就给他看 什么什么什么 你的法 现在你的证物啊 就是 就不值钱了 你的证物啊 我的这个 沾巴团 比你的现在的证物 还值钱 所以无论是 这是后面的 他所说的一些话 但是前面他就问 港伯伯大师 说 这个我们流荡 在轮回的原因 是什么 然后港伯伯大师说 你现在的心 这个念头就是 流荡在轮回的原因 那时候就当下 他有种 启发了 他有作用了 因为他以为呢 之前呢 就我们说什么 吴明啊 说这个执着啊 一大堆 但是我们觉得 吴明就是跟 连接不上 跟自己现在的 这个念头 或者这颗心呢 这个心呢 就连接不上 吴明就是吴苗 现在的心 就是现在的心 连接不上 那这样的话就 没有办法 有什么感触啊 所以呢 先不多说了 已经要说很多了 六千多字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应该知道 执着大概有几种 我们执着事物的方式 虽然很多 但是总的来说的话呢 就可以归类 在这个执着事物本身 还有执着事物的起源 以及这个执着事物的结果 这几种方式当中 我们都是因为 我们都是因为 对于这个某件事物本身 它的起源和它的结果 生起执着 也因此进一步导致了 好坏 生灭 或者这个亲疏 等等 更多的烦恼 产生 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 要瓦解 这根本性的 三种执着 说明这些执着 都是错误的 只要根本执着 瓦解了 烦恼就会 彻底消失 听起来 很有希望的 所以 佛陀说了 帮助我们消除 消除 三种根本执着 他开始出 所谓的 三解脱门 三解脱门 就是 无相解脱门 空解脱门 和 无愿解脱门 第一个 无相解脱门 门就是 可以 用来 消除我们 对于事物 起源的 执着 第二个 空解脱门 可以用来 消除我们 对于事物 本身的 执着 第三个 无愿解脱门 可以用来 消除我们 对于事物 结果的 执着 对于事物 结果的 执着 所以呢 这边 称之为 无愿 解脱门 的原因 是因为 我们对于 未来的事情 往往都有 某种 这个计划 或者期待 所以呢 这个 佛教的 这个 佛教的 这个术语说 愿 就是 这种 期盼 或者是 愿望的意思 所以 无愿 就是 要消除 我们 这种 对于 未来 结果的 执着 所以 称之为 无愿 解脱门 在这个 一切法 空 一切法 空性 无相 无生 无灭 无垢 离垢 无减 无增 这段经文 当中呢 就是在 解释 这 三个 解脱门 一切法 这里所说的 这个一切法 也就是 所有的事物 他们都是 无生 空性 无相 无生 无灭 无垢 离垢 无减 无增 这样的一种状态 其中的 这个空性 是指 它是指出 我们 对它 本体的 执着 是错误的 也就是 空 空解脱门 无生 无 无生 无灭 无垢 离垢 是在 消除 我们对 这个 事物 其因的 执着 也就是 无相 解脱门 总之呢 我们早上的 这个课程当中 我们讲的是 空性 和这个 无孕的 关系 但是呢 现在这边呢 就是更仔细地 指出了 讲这个 指出啊 讲解 这个空性的原因 其实是为了 瓦解 我们的 执着 而我们的 这个执着 可以被 归类 在 这三 这三类 当中啊 这三类 执着 当中啊 所以呢 只要 瓦解了 这三种 执着 就能够 见到 空性 所以说 这边是 在解释 如何去 看到 空性 再来 我们会 讲的 嗯 这个 圣身 八义 这边的 这个圣身 八义 分别就是 这个 空性 无相 无生 嗯 无生 无灭 无垢 理垢 无减 无憎 这边的 这个理垢呢 是于这个 是无垢 对 这边的理垢是 无垢相对应的 是不是 也就是这个 无垢 也 无尽的意思 啊 所以在 在这个 八义当 之中呢 空性 在指出 这个事物的 本质 其实 并非我们 所认为的 那个样子 而事情不是 并非我们 所认为的 那个样子 而这个 无相 无生 无灭 无垢 理垢啊 这在说什么呢 这 在说 告诉我们 我们对于这个 事物 起因的 执着 也是这个 也是错误的 事物起因的 这个执着 其中的这个 无相 是结论 而这个 无生 无灭 无垢 理垢 则是这个 讲他的这个原因 所以呢 这 所有的事物啊 自然是 无生 无灭的啊 这是对 所有的事物的分析 因为我们就是 往往对这个 所有的事物 产生一个 真实的 在生灭 这样一个 主观的 执着 或是 误解 所以呢 这边的这个 无生 无灭 就是要 瓦解 这样的一个 误会 而我们在 这个 在进一步 将 这一切的 事物啊 分成 分成 这个 清净于 烦恼 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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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被 我们一般人呢 都在 很强烈的 这个 染尽的 执着 有一个 强烈的 染尽 执着 就是 好就是好 坏就是坏 或者就是 染就是染 就是 尽就是尽 这样的一个 强烈的 执着 所以为了消除 这样的一个 误会呢 所以说 无垢 离垢 或者是 无垢 无尽 而这个 无灭 无减 无增 是对于 这个事物的 结果 因为我们 往往都会 这个 错误的 会错误 误认为 这个事物的 结果 期待 他有 更好的 表现 这称为 增 或是对 他 包有 就是 不包有 或者是 对他 不包有 任何的 期待 这就是 解嘛 所以 这种 强烈的 主观 也是错误 所以 是说 无解 无增 所以 从这样 来看的话 这个 甚深八义 就是在 一一的 破除 我们对于 事物的 种种执着 由于 我们的 这个执着 都是 误会 或者误解 所以是空性 应该是说 所以是 是不存在的 是空性 因此呢 要像这个 反复呢 阐述 空性的时候呢 只能 从 反面 也就是 告诉我们 那样的 执着 是错误的 角度来 阐述 这样就 比较容易 理解 因此呢 这边的 这个 圣神 八义 这都是用 这样的一个 就可以说 是一种 反面的 一种 反面的 反面的 方式来 解释我们 总之呢 这样的 深深八义 就是 在解释 要如何 认识 空性的 方式 那这边 在附带 提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在 课程的 就已经 说了那么多 已经都快 四点半 只剩下 半个小时 但是 我不怕 我可以 讲很多 其实 但是呢 有时候 以前呢 有时候 这个时间呢 因为那些 主办单位呢 他们对我很 有慈悲 所以就时间 就是 排得很长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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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 到了中间呢 都不知道 要说什么 我就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 就看着前面的人的帘子 有没有 找到任何 就是 就是任何一种 讯息 就可以说是 他在想什么 或者 我应该要讲什么 或者怎么样 反正就是 东 东看 西看 所以呢 我们 现在 课程 讲到了 就 超过 一半 所以大家 可能会觉得 这个空性 听起来 就很难 很深 很难 其实呢 比较之下 就是 了解 空性 比生起 福利心 简单多 这样说的话 就比较有 比较有希望 原因有两种 首先呢 这个空性 虽然是 听起来 很难 很深奥 但是 它的道理 是一致的 只不过是 我们 来说 这个比较难以 了解而已 因为我们 现在想的 跟空性 的这个状态 就好像 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 也要改一改 我们的这种 观念 跟这样的 一个想法 所以呢 经论当中呢 是用很多 不同的方式 来解释 和分析 帮助我们 了解 什么是 空性 但是呢 我们一旦 对这个 空性 道理 有了一个 认识之后呢 就会 非常的 稳定 因为空性 本来就是 一个永恒 不变的 真理 相对于 这个认识 空性 菩提心 可就难度了 因为呢 这个菩提心 针对是 一切的众生 我们知道 我们所要 关注的 这个每一个 众生 都有各自的 特色 有差异 跟自身之间呢 也有 有着 这个 复杂的 因缘关系 有些人对我好 有些人不对我不好 怎么怎么的 一堆东西 这个 你们比较了解 在家人 可能比较了解 其实出家人 现在了解 很多 出家 就有一个 在这个 这个 绿店里面 说 出家 出了家 这个家有 两个家 一个是小家 一个是大家 意思就是说 出家 那个出了 那个你小小的 那个俗家 是小家 小出家 如果是 出了这个 整个这个 世间的贪执 或者这个 名文立扬的 这种 就是什么 厌烦这样的 厌烦的心的话 生起一种厌烦的心 这才是大出家 出了那个大家 大大的那个家 所以 现在呢 就 出家也 不能算是出家 现在到哪里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自身跟这个 众生之间呢 就有 非常多的变数 因此呢 存在着 很多 非常多的变数 因此呢 要对众生 升起 平等的 慈悲 其实是 非常困难的 一件事情 我们往往认为啊 这个 有一丝 想要帮助他人的善念 就是 有菩提心 也常常称呼那些 善良的人们 或者是 想要帮助他人的人为 菩萨 或者大菩萨 但是呢 其实 这也是错误啊 菩提心 并没有那么 好修的 这是第一个 这个关键的原因 第二个 关键的原因 是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 了解空性 是理智上的修行 而是这个 而这个 菩提心 则是 情感上的 一种修行 所以呢 理智上的分析啊 往往 能够这个 很果断的 可以进行 很果断的 而对就是 对错就是错 好像很容易 但是呢 情感上的 这个 关心是 受到太多 事情的影响 很难一直 维持 不能就 好像很难说 是错的 或者对的 或者怎么样 所以 很复杂 所以呢 我们一直觉得 菩提心 比较容易 所以赶快 去受菩萨戒 了解 空性 比较难 所以 只能 等上师 来加持我 但是 其实呢 真的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 就是要发起 真正的 菩提心 需要很多的训练 所谓的这个 累积很多的资量 当然 要了解空性 也需要资量啊 但是 这个 要 发起 菩提心 它需要 这个资量的量啊 比这个 了解空性的 资量量还 十倍 或者百倍 这不容易 所以呢 必须 所以呢 要为了能够 升起菩提心 呢 我们就是说 需要很多的训练啊 磨练自己 训练自己 就像是特种部队 也是特种部队啊 要打的是 不是 不是一般的 要打的是 这个 不是 对着一个国家 打的 这是对着 这个 宇宙 打的 这个 就 不容易啊 这个仗 不好打 所以呢 必须 关注 大量的 众生 并且呢 设身 处 设身 处地地 为他人 着想 这样说起来 就很难了 所以呢 相对来说呢 认识 空性 是要 深入地 去了解 事物的 真相 所以 古代的 大师们说啊 了解空性 是 甚深 大 发 菩提心 是 广大 大 就是这个意思 好 再来 就是回到 这个经文了 回到经文 不要 不要乱说话 所以呢 整体的 这个解释啊 了解 这个空性 的方式之后呢 刚刚我们 整体的去 解释了 了解 空性 的方式之后呢 接下来 就是第二个段落 也就是从这个 舍利子 到这个 无智 无德 义 无不得 这个经文 这个呢 就是解释了 我们要如何 理解空性 换句话来说的话呢 如何消除我们的 错误认知之后呢 错误的认知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观自在菩萨呢 告诉我们 哪些东西 是空性的 也就是说 我们会对 哪些东西 产生错误的 认知 尽管这早上呢 我们 谈到了很多事情 刚刚我们 讲了一堆东西啊 所以我们都谈到 观自在菩萨 以无韵 也就是跟我们 最有密切关系的 我们自己的身体 与心理 两种 存在作为基础啊 来告诉我们 它们是空性的 但是呢 我们所执着的东西 其实有很 就是更多的分类 有很多嘛 不只是说 这几个东西而已 所以呢 在心经里面 把这些东西 归类为六种 哪六种呢 是 无韵 十二处 十八界 十二因缘 四地 修行功德 这六种 而这六种呢 又可以分类为 这个 一般的基础 和特别的基础 一般的基础 指的 就是一般的基础呢 前面三种 也就是这个 无韵 十二处 十八界 是一般的基础 而这个 十二因缘 四地 还有这个 修行功德 才是特别的基础 再来这经文里 当中说 舍弟子 舍弟子 事故 而时 空性之中 无色 无色 无想 无形 亦无 有事 无言 无耳 无依 无依 无色 无生 无相 无畏 无处 无乏 无言 戒 乃之 无一事 戒 以前有一个人说的 天天都在念经 念心经 大家都在 我们汉帝 也是很多大书 弄得 修行者 多 不 不 不 以前 西藏也是 几乎所有的 这个 僧众都会 背心经 西藏 场子的心经 真的不容易背 背心经 其实 刚开始 这个 这个佛教传到西藏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些 生众们 过 这个午餐 吃午餐 他们会为 这个 清净 他们的 信财 这叫 怎么说 为何 是 清净 信财 为了 那些 反正就是 为了 那些 他们的 这些 功德 他们那些 为他们会 做祈福 为他们就会念 过人八千 说 以前 这西藏人就是有一点 哎 这么说 这样 不好说 这 有点拼命吧 应该说 他们居然 中 中 我 吃饭 吃完 这个午饭 之后 他们就为 为那些 师父们 念的 波瑞八千 说 是每天 念 可能是好几个僧人 所以分开念 后来呢 从印度 来了一个大师 他说 他看到 这个情形 他说 这个 太幸福 这个敬畏也很辛苦 传来传去 弄来弄去 这个经文也会弄脏 人也会很辛苦 所以你们还是念心经吧 心经就是不认性的精神 所以就只要念心经就可以了 不用念八千 其实我们以前的藏地 有这么一个习俗 就是说 就是所谓的这个 十万诵 两万五千诵 一万诵 都会背下 有这样的一个习俗 别说 所以呢 哦对对对 我刚刚说的是 虽然我们大家都在念这个什么 无言无 无言无耳无鼻 是吧 真的有一段人听啊 你这样念一下就 干脆你就说 没有头 无 不然呢 你在那边 你会说 无言无耳无鼻无舌 就觉得 就 不用说那么辛苦 直接说 没有头就给你 好 无韵啊 这里面谈到的这个无韵啊 就是无色无寿那些 无韵就是我们早上 刚刚说到这个无韵啊 是构成我们 构成我们自身存在的 五个关键或者五个因素 十二处呢 就是指这个六种亲眼 和六种外境 我们反复呢 会透过自己的眼视 耳视 鼻视 舌视 身视 义视 来追求外在的色生 相位处 法六情 所以呢 六视对六境 是在 结束我们这个 无韵构成的我们呢 如何与外在的环境接触 并且产生执着的关键 同时呢 这里是将把物质世界 和这个心理世界 做了一个区分和分类 物质世界 物质世界 分裂成六种外境 心理世界呢 就分裂成了六种经验 十八界呢 它 十八界是 就是则是在刚刚 谈到这个六种经验 和六种外境之上 加上 眼睛 耳朵 鼻子 还有这个 舌头 身体 和这个心灵等等 六种感官 也就是六根 我们在这个心灵世界 在这个体验物质世界的时候呢 就是透过这六种感官来进行 这样的六式呢 这样的六式啊 六镜 加上这六根 就成为了十八界 所以我们才可以发现啊 五蕴 十二处 十八界 其实都是把我们刚刚谈到的 这个物质 与这个心理存在啊 做这个 各式各样的分解和分类 分析 分析和分类啊 会有 这么复杂的内容 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不同的智慧 程度的众生啊 有着深切不同的理解程度 例如呢 有些人呢 听到啊 佛讲无韵 就能通晓心理和物质的关系 以及 然后认识和经验的产生方式呢 嗯 就是它的一个一个 物质跟心理世界的一种 怎么说 物质跟心理世界的一种关系 以及这个 认识和经验的 呃 产生方式啊 他们会了解 但是呢 有些 呃 人呢 这样还不够 还需要 多做一些解释 才能了解 所以呢 在必须讲得很仔细啊 更仔细 一些 才能会了解 例如呢 这边 这边就分析 什么是十八戒等等啊 啊 才能 呃 有一个比较 粗略的 了解啊 这是 呃 出自这个 世青菩萨 在这个 具世论当中 当中的一种说法 所以 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啊 就是为了 这个那些 因为 呃 不同程度的 众生 为他们能够 了解 呃 这个 心理和物质世界的这种 关系 或者 以及这个认知啊 认识和经验的 产生方式 呃 前面 所说的 这三种分类呢 也就是 无韵啊 十二处 十八戒 都是跟我们 凡夫有 密切的关系 呃 无论有没有修行 都会 呃 对 对其产生 强烈的执着 对这些事物 会产生强烈的执着 所以呢 这些被归 归类在我们 所执着的 一般基础 或者 属于轮回的 一种 嗯 事物 接下来呢 是 讲的是 应该是 呃 十二因缘 跟这 属于是 应该是 所谓的这些 呃 特殊 特别的基础 或者特殊基础 我觉得这个 特殊基础呢 可能就明天 再讲 特殊基础 然后明天 就是最后一堂课 嗯 当然就是 明天早上 就是最后一堂课 明天早上的这个 是最后一堂课 啊 所以 笑没有啊 有吗 有吗 下午是茶会 不是开示 谢谢 虽然我常常 嗯 很多时候就不知道 我的行程 是别人告诉我啊 别人一个外人告诉我 就外面的一个人说 啊 你明天去这边 哦 好吧 但是这件事情应该 我还 了解的很清楚吧 应该是 好吧 谢谢 大众请起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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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